107复合造型实体 好那这里呢我们先画这个 三角形这个部分 好来所以点选草绘 选择top面按草绘 好然后呢选择圆 画一个圆 然后这边画一条中心线 然后呢再画一个跟这边一样大的圆 好然后利用镜像选取之后 利用镜像的方式 好平面显示拿掉 好然后呢我们画直线 切线到这边 好然后呢这边 圆弧 好然后这边要相切 好然后针对它再做一次镜像 好然后呢删除断 把这边多余的线拿掉 然后再画圆 好圆要一样大 好然后我们用法相 来第一个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跟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还有这边的尺寸 跟这里的尺寸 好还有这边的尺寸 好选起来之后右键修改 好再生拿掉 好来第一个 这边的距离是50 这边的距离是50 这边的半径是8 这边的直径是2 这边的半径是50 好确定 好完了之后确定哈 Ctrl D 隐身厚度为10 好确定 好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画这个部分哈 好那平面显示出来之后 炒绘选择from面 炒绘 好那这边呢参照上面这个边 中间这个边 还有 来我们把它转成效应模式 这一个轴 好平面显示拿掉 好来第一个 我们这边画一个圆 要切到这一条线 然后呢 这边做个圆弧 到这一条线 好然后呢这边 这里要这里相切 这里要跟这里相切 好然后呢直线 切点 切点到 这边 从另外一边来画哈 这里 垂直到这边的切点 好然后删除 这个部分 然后中间再画一个圆 好然后这边我们要标示 第一个这边的半径 第一个这边的半径 这边的直径 这边的半径 这里到这一条的距离 好选取之后右键 修改 好再生拿掉 来第一个半径是 22 直径是20 半径是125 距离是110 好确定 好确定 Ctrl D 好做隐身 做对称 厚度是16 好确定 把它调回 着色 好然后呢 它的S轴要朝这边 所以这里呢 点选坐标系 选中间这个轴 选这个按住 Ctrl键选这个面 好 我们把平面显示出来 好定向 S轴要朝这边 所以选这个面 Y轴我们选这个面就好了 那S轴要做反向 好确定 好 所以题目第一个呢 S轴近视子为何 分析质量属性 选这个CSO 好 S轴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体积近视值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改变尺寸啊 来 尺寸的改变 第一个 H1 这里 编辑定义 来 H1在这里 H1改60 H2改120 H2这边120 然后呢 然后呢 V60 V改成60 然后呢 然后呢 R1改60 R1改60 这里啊 R2改20 R2改20 R2 R2 R2原本18 R2改20 R3改120 R3改120 R3在这里啊 R4改20 R4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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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改18 好 那他问我们S近视值 这里 好 S近视值是这一个 然后总体积是这一个 表面积是这一个 以上这边是107